各位觀眾 各位同學 歡迎你來參加這個講座 我們的講座就是講研發上個五號 表取採用執行裝置的挑戰 我叫容啟亮 是香港理工大學的教授 我想你們也有機會聽到 我之前在電視上介紹上網務的採用 我們現在看看裡面的挑戰是怎樣的 現在開始我們分享一個報告 這個上網五號就是中國第一次去 去太空裡拿另一個星體的宜宙回來 我們做什麼要去呢? 初步來看我們可以說我們需要探索 人來未來的未知的詮咒 還有一樣呢更宏觀地去認識這個地球 就是看看宇宙究竟是怎樣的 然後看看究竟地球是由怎樣的地方來的 它的發展是怎樣的 為什麼地球會變成現在這樣呢? 將來地球會怎樣呢? 在這個探索這個宇宙裡 在其他星球的這個形態呢 我們裡面就可以拿到一些線索 當然探索地球是其中一個探索其他星球的第一步 因為月球就是最近地球的一個天體 但是探索月球和探索其他星球是有不同的挑戰的 我們來看看上海五號的任務 上海五號的探測器就是中國這個探月工程 第三階段的月球探測器 為什麼要第三階段呢? 探月工程是分開三段的 我們叫做繞還繞 著陸落 我們已經做到回 這樣回是拿彩樣就回來 這個是最後一個任務 你可以看到這個任務實在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之前上海一、上海二、上海三、上海四 所做的事情 都是為了使到這個上海五號 是能夠順利拿一些月球樣品回來 所以這個任務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那麼這個任務呢 就是在這個海南文昌太空發射基地那裏 發射升空 在這個11月夜4日發射之後呢 就在這個12月夜17日呢 就是拿了樣品 然後飛到回來 就著陸在這個內蒙四至王旗的地方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很約略地介紹一下上海五號先 讓大家知道一下 究竟我們在說什麼 第一呢 上海五號就是突破這個 這個窄視窗多軌道 聽到它發射 那為什麼會突破窄視窗 什麼叫窄視窗呢 我們這個去月球呢 當然你就上升就會飛去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很省這個燃料的話 為什麼要省燃料呢 因為你帶多些燃料 你整個東西要重一些嘛 這樣呢 那個任務失敗的機會會大的 那所以呢 為什麼叫窄視窗呢 就是找到一個時間 我們就是 不是說這樣飛出去 然後拿去月球的 我們每一步 在這個發射的時候 每一步都經過精密的計算 就是說呢 我們要等到這個地球和月球的軌道呢 是在一個平面上 還有最近 還有呢 就是我們發射的時候 在這個海南島 海南島就是很近赤道赤道 為什麼要赤道呢 因為呢 你要採尺度呢 實在地球的轉動呢 你不覺得動 實在已經是 對於這個太空來講呢 你是在飛一倍音速的 就是超音速飛行近的 那所以呢 在那裡射一些火箭呢 就是你已經是有整個 一倍音速的 這樣上升炎之後呢 就是再圍繞地球加速的 這樣再飛出去的 那所以呢 就 如果你要省呢 就是 省燃料 就是很重要的 是要每一個點都計算到 很精密 去到哪個點 去到哪個點 轉哪裏 那 這個 我們除了這個 這次呢 實現這個外星體 自動取陽反路之外 就是呢 我們會 實在呢 就是 突破幾個技術的 就是我們 這個 國家呢 就是未曾試過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這個自動採樣、月面起飛、月球軌道交接、月球樣本主持 以及怎樣將這幾樣東西連結 實在呢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它分了幾個程序 實在這個這樣的程序呢 就是如果你掌握好呢 將來載人去月球呢 都會根據這個程序去做的 那我們看回一下這個常侯5號 它是分開幾多樣東西 這樣呢 常侯5號是分開一個軌道倉環迴器 這個是那個太陽罩 那裡面呢 就有一塊東西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這塊東西 我們會做什麼東西呢 然後有一個著陸器 有一個上升器的 那這幾部分呢 我們做什麼呢 發射的時候一起上 這樣呢 我們經過環繞地球 然後就是地球的軌道和月球的軌道交接 然後呢 就是進入到月球的軌道 進入到月球的軌道之後做什麼呢 首先呢 就是這兩個東西 這三件 就是跟這兩個東西分離 那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留在月球的軌道 那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一起著陸在月球的表面 那然後呢 採樣 採完樣之後呢 就封裝這套東西 我們做的 然後封裝了之後呢 我們叫初次的封裝 然後呢 把這個封裝了罐呢 就放在這個上升器上面 那這個上升器呢 就是在一個月軌道起飛 那然後呢 就是會去到 跟這個在月球表面的這幾件東西 就是相遇 然後呢 互相交接 這樣呢 這塊東西呢 就起作用了 這塊東西 我做什麼呢 就是交接了之後呢 抓住這個上升器 那然後將這個上升器裡面的 樣品 罐呢 將它轉移到這個反煤器那裡的 在這個中間裡進入了下去 那然後呢 將它鎖上封紋 做完之後呢 這個和這個都沒有用的了 這樣呢 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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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不要了 然後這個 這個那個反煤器和軌道器就會飛近這個地球的這個軌跡 然後呢 就會放這個反煤器呢 就會放這個反煤器呢 就是這個 著陸這個地球的了 那 其他那些呢 我相信你在網上呢 都會找到 究竟怎樣做 怎樣的問題 就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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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這個月球的土壤是怎樣的 那月球的土壤呢 就是實在有很多形態的 那很簡單的 你看地球的土壤都有很多形態 不過它都是圍繞一些基本的元素 有鐵、金、銀、元、新銅、梯、礦 還有所有其他東西 月球的月樣呢 雖然有些人都說 都是比較近地球的土壤的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月球的土壤呢 是沒有受到這個好像地球那樣的風化 那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月球的土壤呢 是受這個太陽風影響 還有其他這個天體的蛇線影響 因為它沒有大氣層嘛 那變成它有很多東西是地球找不到的東西的 譬如海三那樣呢 你們上網會知道海三挺有用的了 我不用在這裏講了 那為什麼要採樣呢 那實在呢 實在呢 就是這個 我們附近天體 剛才所說 裡面有很多元素呢 對地球是很有用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就是我們呢 就也都會經過這個 研究這個月樣呢 來看看將來如果我們在月球上蓋這個 基地的話呢 是會遇到什麼問題 應該怎樣做 那當然啦 那我不想在這裏再 就是 講一下 就是為了什麼要在地球 月球上蓋基地呢 月球上蓋基地是很有用的 你們想上網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監測地球 或者知道這些東西 OK 那我們看一下以往呢 就是 有幾個國家 就拿了多少月樣回來呢 那當然美國最多啦 不過呢 就是找人去掘的 那都是有很多公斤的 那時候呢 就是 六幾七幾年的時候呢 就是美國拿了這麼多公斤啦 這個 整個 百幾二百公斤 或者二百公斤以上的月樣回來 他給了 中國 一個 客 的月樣的 那這個俄羅斯呢 總共呢 拿了大約都是二百幾克 那樣呢 中國呢 就拿回來 這次上網 拿回來呢 就是一千七百三十一克 那這個 或者我再細分一下 實在呢 我們的表取採樣的 這個裝置呢 就實在拿了 一千五百個客 回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轉取 他們拿了二百幾克 那這樣加起來呢 就一千七百三十一克 那這個 大概說一說月年的工作過程啦 我們這個表取採樣裝置的過程是甚麼呢 這一張呢 相片呢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模擬的 就是講 這個著陸器 著陸了之後 這個上升器啦 這樣呢 我們的那個儀器呢 就是在這裡 還有呢 這裡有一個工裝系統在這裡的 那這個整個呢 那這支機械臂啦 那這支機械臂呢 就是原理央機是我們做的 那這個 上天那個呢 就由這個 這個 中 這個 中華航天五院 就分工他 由他們做的 那 那一會兒呢 我就會講一下我們 這個系統究竟 做了甚麼事 還有有甚麼天賤 在這一張照呢 就是真正在月球裡拍回來了 就是這個 我們的採樣器 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 有兩個相機在這裡的 那麼 兩個相機實在很有用的 除了這張照 有很多照片 你沒有發出來的 因為呢 你看這裡為甚麼要 做一個模擬呢 不能夠真正下了月球的照片呢 問題呢就是你找誰去拍呢 是不是 那實在呢 我們這個相機呢 是唯一的相機可以做這個 自拍 跟這個 照錄片做自拍的 因為呢 這支機械是有成這個 三 將近四米那麼長的 所以它伸直呢 就可以拍攝自己的 不過呢 就從來都不會說 這個發給你看的 實在很有用的 為甚麼呢 它拍了一些照片 可以看到呢 因為這支機械是比較長的 這樣呢 就是可以伸到那個地方呢 拍了很多 這個比較細緻的情況 就用來做這個 我們以後做研究的 就是看到它漲陸的時候 有甚麼東西影響啊 有甚麼難啊 有甚麼東西會彎啊 或者那個整個的設計會變成怎麼樣啊 那麼月塵的這個分佈啊 月塵分佈很重要的 因為呢 會影響你其他的儀器 以後的儀器 你帶去的儀器會是怎麼樣的 那所以呢 就是呢 嗯 嗯 這個呢 除了我們 我們所做的這個採樣機構 採樣之後呢 實在做很多其他公民的 是不會 不會告訴你 那麼 看完這裏呢 我們真的看回 我們的這個系統 一件一件的去看了 那麼 我們的系統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有一個 我剛才所說的 近攝相機 實在是兩個神劫相機的 它就是這個 相機就是分別裝在 這個採樣器甲 和左翔器的月的側邊 那麼你就這樣看 有什麼特別呢 當然 之後呢 我們會介紹 你會看到呢 你會看到呢 為什麼會四方的呢 還有 很簡單 就是普通來說 那麼究竟 這個做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遮光罩來的 那麼四方呢 就是因為呢 它看出來是一個四方形的 的窗口來的 那麼因為呢 你裡面的傳感器呢 它是一個四方形的傳感器來的 那麼變成了呢 它剛剛線 就只要會看到 這個 那麼多範圍的 那麼使得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呢 你知道月球呢 是沒有這個大氣層的 那麼變成了 它的太陽呢 是很厲害的 那麼如果你不能夠好好保護 你的相機呢 變成了你會看一些東西 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遮光罩是一個 很重要的研究來的 那麼 我們再看回一下 其他的設備 那麼這個採樣器呢 我們的採樣器呢 就分這個甲和月 兩個採樣器 待會我們會說一下 為什麼要兩個採樣器呢 一個甲的採樣器呢 就是用來採 或者呢 就是用來這個 採的 那麼月的採樣器呢 就是用來這個 轉下去可以 然後 採一些東西上來的 那麼 簡單來說呢 這個呢 就是 拿一些鬆散的東西 譬如月塵 鬆散的月亮 還有石塊 這個可以應對一些 有些好像 黏土這樣的質地的月亮的 它會黏住一些東西 拼不住的 除了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昨天我們所說的 就是採樣器之後 那這些樣品怎麼樣呢 首先呢 我們就有一個我們叫做 初級封裝 實際是初次封裝的 就是第一次的封裝 先先呢 就是把我們採 拿了的月亮 來這個 放了下去 然後封好 然後呢 就是 將 我們這個採樣器呢 就會夾著這個 樣品館 封好的樣品館呢 就拿上去 剛才的感覺 拿上去那個返回倉 放下去 那 這個 初級封裝呢 等一下我就會說 講一講 它們 它的功用 不過在這裡呢 首先看看它 不同的狀態先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發射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什麼都要鎖緊的 因為你不知道發射的時候 震動啊 成的 是很重要的 去到之後 著陸了之後呢 首先要解鎖的 所有鎖住的東西 解開 那然後呢 就是 將 這個 拌蓋呢 移開 那 移開了之後呢 就移個漏斗下來 就是 保護著 拌邊 為什麼要保護邊呢 因為呢 就如果你不保護它呢 污染了呢 你就關不了蓋的了 那 那 接著呢 就是擺熱量 擺到 夠滿了 那樣的研究呢 這個漏斗呢 就會打橫地移 將 多餘了的熱量 刮走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做呢 你 多餘的熱量呢 會硬著 灌蓋呢 你生不到呢 就很大鑊的了 那 就是整個 這個 任務 就是 圓坦的 那 進行這個 跟著呢 就是 拿這個灌蓋過來 吸進去 將它鎖緊 然後呢 將所有的東西移開 就等過 這個 這個 它夾著它拿走 那 那 我們這個呢 設計呢 就是我們 封裝 兩公斤 的月亮的 那 但是呢 我們整個 這個 這個儀器呢 都是1.5公斤重的 那個 罐呢 就大約是 這個 四百幾克重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 設計的精密性 和 它的標籤是多大的 那 那 那 說回來 那 這個 在月球那裡 自動採養呢 是真的 之前呢 是沒有人試過的 那 所以呢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設計上 的挑戰呢 就很大的 因為呢 沒有人試過 也不知道怎麼 入手的 那 這個 因為 為什麼呢 沒有人試過呢 就 之前都有人用過 拿過月亮回來 但是呢 這個 俄羅斯 就是用 轉取的方法做 那 轉取呢 跟 我們現在 沒有人試過 那 但是呢 就是 這個 表取呢 就真的 自動表取 真的沒有人做過 美國的 這個 表取呢 它是用太空人 去 用人手掘回來 那 開始 我們開始看一下 設計一個這樣的 這個 採養系統 的挑戰是怎麼樣呢 那 以前沒有案例 要怎麼做呢 有很多人呢 可能呢 就 會 想一下 啊 你的 這個 從哪裡拿靈感回來呢 實在呢 在設計上面呢 尤其是在這一方面 就是機械上去設計呢 是很少講靈感的 因為呢 靈感呢 是會很多時候會錯的 那 怎樣去做呢 就第一件事 我們是真的要做些很深入的研究 那 第一步做些什麼研究呢 我們要 在這個 國際的文件上面 看看 月球的 這個 這個 月仰呢 究竟 有些什麼 形態 它裡面的 質地是怎麼樣 它們的機械特性 什麼機械特性呢 就是 摩擦力 它互相 因為它 月球呢 月仰呢 它是有些 這個 很尖的特性的 它每一個港粒 它變成了 它互相會扣著 那 還有呢 它是會有 這個 靜電 那樣 所以呢 就它 在不同的地方呢 是有些 很不同的特性的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件事呢 就要看一下 這個 國際文件上面 看對這個月仰的機械特性 的 研究 是怎麼樣呢 那 然後呢 有些 雖然未在看文件 但是有很多 呢 未必在文件上面 會說得 那麼清楚 給你聽的 那 怎麼樣呢 就是因為 我們 和很多 其他國家 都有合作的 這樣 就變成 我們 也都由 他們的 科學家的口中 就是 就是 大家交流的時候 就是 知道 有些 在這個 文件上面 背後 沒有說到的 東西 還有呢 將這些東西 結合起來 再加上一些想像力 來 這個 發展一個 就是 究竟 如果要 採這個月仰 是 萬無一失的 是要 需要 什麼 的基準 來 做這個設計 那 你 發展這個 是由這個 很多研究 發展這個基準 之後呢 就開始 看一下 怎麼樣 那 那 剛才我所說 月仰 實際有很多形態 有 緊密 鬆散 沙蛇 那些大小 這個呢 就是 我們 研究裡面 找到出來的 還有呢 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比如呢 就是 它 有機會 有很強的黏食 還有呢 它是有團聚力的 那所以呢 我們 在這個設計上面呢 要 這個採樣器 能夠 去畫 能夠 去選擇 這個 每顆石 那 也都要 能夠 如果你 遇到 這些 黏性強的 月仰呢 你拿了之後呢 你拼也拼不掉 倒不掉 出來的話呢 你怎樣應對呢 就我們 要 設計一個 這個 這個 採樣器呢 它能夠 將那些月仰推出來 拼掉它 那所以呢 就 我們呢 看過這些 這些月仰的特性之後呢 然後 把它歸納了 成這個 四類的 機械特性 那由這些機械特性呢 就是去 設計 那個 採樣器 那怎樣設計呢 就不是說 我們看一下別人那些 其他的 滑泥那些東西 是怎樣 拿些靈感 完全不是的 我們要由那個 四類的特性呢 然後推算出來 怎樣的功能 就可以拿到 怎樣的東西 那 然後呢 再將這些功能呢 就是分配在不同的採樣器上面 因為呢 有一些採樣器呢 你能夠做了一件事 不能夠做了其他一件事 所以呢 然後呢 就要 將它 分別 擺在不同的採樣器上面 那 有兩個採樣器 除了 可以應對不同的樣子之外呢 它 亦都可以 做一個 備份 就是說呢 如果它壞了呢 第二個 可以補償 那麼 這個備份呢 不只是採樣的 剛才我所說呢 就是 除了採樣器 採樣器 採樣器 之外呢 就是它還需要 夾著那個 養品盤 拿上去 放進 這個 那個 那個 反煤倉那裏 那裏 那麼 在這個設計上面的挑戰 首先 我們要看到 怎樣的設計先 由這個 以上的歸納呢 我們呢 就是造成這個 這個 採樣器 甲和採樣器 月亮 那採樣器甲做些什麼 能夠做些什麼呢 它是能夠做到一個 預設深度的產取 和鬆散月亮的小石塊 怎樣都叫預設深度 實在 如果我們看回這裏來說呢 為什麼我們有個這樣的東西呢 這個 這個呢 就是之前我們的設計來的 看完你的氧機 就是說呢 你的機械被下去 你 碰到地下 那這個是一個 傳感器 你知道 碰到地下 你知道地下在哪裏 因為 你全自動的嘛 那你要知道地下在哪裏 然後呢 我就 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產 來的 這樣滑的 那究竟滑幾深呢 就是 我們調整這個 採樣器的角度呢 可以調整它滑的深度 那 我們呢 亦都可以 搶到地下 去選取 大的石塊 怎樣選取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採樣器 調轉來 這個是一個 蓋一個 來的 縮起來 這樣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爪 抓住 石塊 然後在下面 這個 一直這樣打出來 打鬆 那個 石塊 所以 拿走 那麼 這個採樣器 為什麼這樣 形式呢 亦都有一個用處 因為呢 它 拿了那些 藥品的時候 會關掉 這樣關掉 就不會 藥品 會掉到 這個 其他的 地方 污染其他 東西 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它關掉 這個問題呢 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呢 它保證 你拿了那麼多的東西呢 是不會一塊 大個 那個 樣品罐 的 口 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如果它大個的話呢 它就會塞了 那個樣品罐 你就會 放不下去 這樣就 就是 整個 任務失敗的了 所以呢 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小的環節 你真是 一錯呢 就會整個人 會失敗的了 所以 要照顧得很 很細緻的 那 它有 那個 採用器呢 就有 衝擊 和震動 就是 將多餘的石塊 批掉了 還有呢 轉移的過程 會 避免 露出 剛才我所說的 那 這個 它需要提灌 所以 氣穴呢 就是 與對黏性的 這樣呢 它就是 用取心的方法 鑽來的地面 然後呢 它有一些 好像 爪的 花瓣 那樣的 將爪出來 那它爪出來之後呢 它放養的時候呢 它裡面呢 就有個 活塞這樣 推出來 然後震 震走的 所以呢 你如果貼著的東西呢 都照樣給它 就是它直接刮出來 然後扔下去 扔下去 那個 那樣品罐那裡的 那當然這個 採用器也都要提灌 所以呢 你見到呢 這個呢 就是 我們 有什麼採用的功能上的天節 這個功能呢 並不是 你看一下人家怎麼做 拿一些靈感啊 那樣 而是呢 你要經過 很 這個精密的 研究 然後一步一步 將它發展出來的 那 另外呢 剛才我們所 所 所提過 這個 這個 樣品 罐 我們 拿照 需要工裝 那 需要一個可靠的 工裝 那 這個整個 封裝過程 實在是很複雜的 但是呢 我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 每一個 很細節的東西 你都要零七五的 那 那 這個就是 整個樣品 這個封裝系統 那 它裡面 就 實在只有兩個 兩個 它做了 很複雜的 很複雜的 程序 那 我們這個 整個裝置 實在呢 就是 沉了下去 那個 這個 墟墟的 頂部 的 這部分 在裡面 外面 那 你 你 剛才我所說 也都介紹過 這個 養品罐 究竟 它的 程序 是怎麼樣 那 它呢 就包括 就是 那樣品罐 罐蓋 吐豆 罐口 保護 和這個主體 那 在發射狀態的時候 你要 保持 罐蓋 打開 但是 也都要 輕輕地 蓋住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 一封了罐 你就打不開 那你 去到 那時候 你打不開 就拿不到 這個 擺不到 養品的了 那所以 輕輕地 就鎖住在上面 那 是 雖然是這樣 你都要 能夠 這個 承受 所有震盪 成這樣 那 著陸之後呢 就是會 自動 測試 首先 然後 自動打開 將 這個 這個 藥品 蓋 移開 將這個 藥品 蓋 覆蓋 將這個 那個 保護 保護環 覆蓋 在這個 藥品 蓋 上面 這樣 這樣 就是 放養 放養 完結 就是 柳豆 橫向移動 將多餘的月養 刮走 柳豆 會移走 那 我不再說了 因為時間問題 我就希望 你們看看 之前的 這個 這個 PPT 也都會 已經 講了整個 程序的了 那 所以呢 你可以見到 這個 整個 設計 在設計上面 有一個挑戰的 那 除了設計 還有挑戰之外 我們也都要 會遇到很多 空間環境的挑戰 的 譬如 這個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行程上面 和 著陸上 上面 我們 需要有 高真空 經過高真空 加上 高溫差 加上 主軸線 加上 重力的變化 這樣 這樣 在 這樣的 環境之中 有 什麼 的挑戰呢 第一件事 就是 物料的 運用 是很重要的 那 物料的運用 就是 譬如 就是 空間環境 在 這樣的 環境 加上 有很多 物料 它 是 變成 不同的 這樣的 形態 所以 你一定要 有很 基礎的 研究 來 知道 究竟 你用的物料 究竟 在這個環境裡面 會是 怎樣 呢 譬如 有很多 這個 金屬 如果 它 在這些 環境之下 你是 這個 互相 這個 這個 擺在一起的話 它 會 因為 真空 和這個 低溫的環境 它 會 互相的 分子交換 變成 就 黏在一起 或者 建造 不同的化學 作用 那麼 也都 我們要知道 這些 我們所用的 物料 譬如 這個 在這個 齒輪 滑動機構上面 它們 在這些 環境之下 摩擦力的轉變 是會怎樣 不同的物料 或者 同一個 物料 和 它自身的 應力 和強度的轉變 這些 東西 就不是說 我們用靈感 就可以的 這些 全部都要 由很精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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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計算出來的 那表面 處理 和潤滑劑的運用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在空間的環境 這些環境 潤滑劑 基本上 普通的潤滑劑 都不能夠 運用的 那麼 也都有 熱流的處理 那麼 航程中的挑戰 就是要 我們 穿過大氣層的衝擊和震動 著陸氣的 過程的衝擊和震動 高溫差 這些 預免的極端的環境 昨天我所說 這些極端的環境之下 如何 運用物料 避免 比如 冷汗 昨天我所說 真空的揮發 有很多物料 在真空 會有 揮發一些東西出來的 這些是越多不用的 熱澎駿的匹配 這些 全部都要經過精密的研究的 還有 就是在月面的環境 的區域不停 我們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照顧 如果打側了 是會怎樣 我們要怎樣做呢 這個月層會 黏住我們的機構 這個月球的環境 它的引力就是比地球少 六倍的 那麼我們怎樣去應對這些東西呢 我們向著太陽 會熱 就是背著太陽 會冷 那麼我們怎樣 能夠 這個研究 比如這個 物料的表面處理 它怎樣吸熱 散熱 這裡都要研究的 那麼 除了這些之外呢 就是 在製造上面 那麼我們就是 需要很 很高的 這個 可教性研究的 譬如我們說到 就是 我們上一顆螺絲 都要 是這個 拍照 落幾多螺絲膠 清了 然後 拍著它扭下去 這個只是一個 例子 所以 整個程序 我們要知道 就是 如果 某一件事 出了問題 我們可以追回 最原始 究竟這件事 從哪裡來的 那麼 除了這些之外呢 就是 這個 在這個 整個 程序上面呢 我們都要有 這個 ISO的 驗證 那 只是要 少少的 錯 所有 事情都要 重組一次 我們叫做 規例 那麼 測試上面的挑戰 我們 你說 這裡 力學 熱學 電學 工學 這些挑戰 基本上 我們 除了測試之外 所有這些 都要我們 自己去 設計的 測試 為什麼要自己去設計呢 來 表現 究竟 我們 這個 儀器 是可以通過 所有 飛行的 問題的 連 怎樣測試 比如這個 怎樣 吊住 我們的儀器去測試 整個 舉陣 都是要有 流程 是由我們 自己設計 去講的 那麼 最後 這個 實際 就除了 這些 工程上的測試之外 在 整個項目的管理 甚至 談 這個 究竟 那些 錢從哪裡來 只是 講 這個 錢 都講了 整個 兩年 那麼 這個 最後 都是 這個 成功 那麼 基本上 就是 我們 是 不只是做一個 你看到 最少做 這個 經過 四個程序 才是 原理養肌片 性件 鑑定性 飛行件 然後每個程序 都有 這樣的 這樣的 方案 設計 加工 組裝 測試 研修 每一次 每個程序 都是 有 這樣的 過程 還有 每一個過程中間 都有 兩個 評審 最少 就是做了方案 評審一次 再評審一次 然後再 再去設計 評審 評審 然後再加工 一直這樣評審 那麼 最後 就是 這個 我們真的 拿到樣子 回來了 多謝各位 這個 這次 這麼耐心 來聽我說 一些 可能 都是 挺悶的 但是 都是 這個 一種 這個 我能夠 把我們的經驗 和你們 分享 是 我自己 最大的 得益 多謝各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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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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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